金圈富豪蒋文丽 19岁出道拿遍所有奖项 闪魂导演顾长卫 坐拥独家资源 甚至包养黄轩送资源 结识金圈顶级导演 一挥手号令太太圈 打下自己的富贵江山 名下好吃豪宅无数 她到底有何魅力 能将金圈男人一网打尽 又包揽巨额资源 阿春带你深入了解 金圈大姐大蒋文丽的富豪人生 蒋文丽19岁出道 凭借霸王别姬 窜红娱乐圈 用极短的时间 包揽国内外所有大奖 风头震惊了她 也成为金圈最炙手可热的宠儿 随后她又接连与金圈大导 合作数部经典电影 名利再创新高 作用不菲身价 正当事业巅峰 她却选择闪婚摄影师顾长卫 期间蒋文丽为照顾丈夫颜面 与她长期居住在 三十平的小公寓内 没想到这一坚持就是数十年 直到一二年 两人才搬到顺翼天竺附近 被称为明星部落的别墅区 他们买下了 位于温宇河畔的 丽丝花园的独栋别墅 当时的售价是五百万 和纳因成了对门邻居 这栋别墅由顾常委 亲自设计监工 选材金粮 装修费也在百万元以上 除了室内的装潢外 地下室还有一个很大的摄影间 院子里还修了游泳池 据记者所见 别墅非常大气 楼下停着宝马名车 因为平时蒋文丽拍戏很忙 所以很少看到它 不过能经常看到 库常委开着宝马车进出 此外 还有媒体拍到 蒋文丽开车出入 北京东武环附近某小区 据了解 该别墅区以中国风概念为主打 园区内亭台楼阁遍布 环境堪比园林级别 并且还配有 汇索 高尔夫练球场等高档场所 该别墅区早在2013年时 均价就高达每平米三万元 库星从400平至1500平不等 最小的移动也是千万级别的豪宅了 再加上中国楼市近些年的火热情况 现在的均价达到多高 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蒋文丽夫妇 在西安南郊拥有的一处新居 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曾有记者参观了 装修好的蒋文丽新家 虽然房子只有140平 但装修极为讲究 整体风格不仅舒适温馨 而且还非常照顾家人的安全 不说软装 仅看硬件配置 就知道没有几百万 是装不出这样的效果的 说完了豪宅 我们再看看豪车 毕竟这都是明星标配嘛 说到豪车 就不得不提 09年震惊娱乐圈的 顾常卫车镇门事件了 当时他开的 就是一辆七座的分驰商务车 市场报价近一百万 蒋文丽虽然大度地 对该事件表示了原谅 但两人的车 却自此被媒体盯上了 顾常卫打车回家上了新闻 等换起亚吉普车也上了新闻 而蒋文丽收回车镇肇事车 更是大新闻 媒体跟蒋文丽家的车 算是彻底杠上了 不过在媒体的曝光中 我们可以看到 蒋文丽的座驾 是那辆常开的大路虎 市场售价超过一百万 这应该也是蒋文丽 出镜率最高的一辆车了 此外 还有一辆本田雅阁HG7230 01年上市的豪华版轿车 当时的售价是30万 一辆价值60万的奥迪A6L 以及售价高达200多万的大众灰腾 不过网上信息显示 这三辆车都是挂在老公 故常卫名下的 尽管看起来没什么千万级别的豪车 但是朋友们 这些仅仅只是媒体曝光出来的车子 这两位 一个是著名的华语电影导演 一个是出道近30年的老戏骨 那可是从我们妈妈辈开始 就红到现在的 和女皇巩丽 女神周公子比起来 也丝毫不晃多让的 2013年 蒋文丽在《女人帮》中出演朱丽一角 有消息显示 在这部剧中 她一共换了300多套衣服 就连她自己都笑称 不是在换衣服 就是在去换衣服的路上 而同为主演之一的梁静 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 在剧中的服装少得可怜 虽然跟角色设定有关 但这样的悬殊对比 也就知道 蒋文丽到底有多大牌了 随后不久 号称娱乐圈第一狗仔的卓尾 就爆出了 蒋文丽和新晋小生黄轩的恋情 声称 黄轩能拿到好资源 是因为背后有蒋文丽 尽管当事人都跳出来 进行了公开辟谣 但三人成虎 众口说惊 这件事在当时 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 就在同年 蒋文丽因老爷 获得第八届 中国作家富豪榜 特别贡献奖 还将稿费 全部捐赠给了希望小学 这行为 怎一个豪子了得 近日有消息称 长城影视公司 打算用发行股份 与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赤资13.5亿元 购买首映时代 百分之百股权 标的公司 增值率 3168.99% 而首映时代 背后的大股东 就是顾长卫 蒋文丽一家 凭借此次交易 蒋文丽家族 直接能拿到 现金对价 1.7亿元 当然还有 长城影视的 5532.59万股 按照当日的收盘价计算 市值高达 6.24亿元 这些年 蒋文丽虽然逐渐淡出了 观众的视线 但家族的年轻小辈 却如雨后春笋 拔尖而出 外甥女马思纯 年纪轻轻 就出演并主演 多部影视剧作品 甚至还凭借 齐悦与安生 拿下了金马奖影后 蒋文丽曾经还为她站台 这一行为 自然又让媒体 吵了个火热 影视写作双开花 投资拿奖两手抓 百变影后 蒋文丽就是这么大牌 所谓管中亏报 可见一般 这些还仅仅 只是蒋文丽 曝光在媒体面前的 毕竟几十年的资本积累 可不只是 眼前看到的这些 这么简单的 虽然蒋文丽的富豪生活 让人羡慕 但也不是每个人 都能遇到 他这么好的资源的 所以我们还是 好好努力吧 尽管过不上 这样的生活 但买一辆 奥迪A6L的小理想 还是有可能实现的